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由公民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的经费是由民众捐款支持 欢迎大家能够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的每一笔的捐款 都会成为支持我们的力量 也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当然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经费 我们才能够持续的做好的节目 做好的报道 现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我记得顾商高雄 那在几个礼拜之前呢 发生了这个城中城的大火 造成了多人的伤亡 这也是台湾这个城市史上的第二大的 这个伤亡的这个火灾 那这个火灾发生之后 我们看到高雄市政府 其实说实在的这个反应蛮快的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人对于城中城是有一些负面的评价 例如说这边又老又穷啊 这边是中下阶层啊 他甚至也有人会觉得说这里是鬼城 是都市的独流 也因此呢也提出了这个都更的想法跟讨论 到底说在城中城的这一批人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为什么会住在这边 那如果他们真的是又老又穷的话 那么整个都市更新会不会造成房价的大幅的上涨 如果会那住在这里又老又穷的人 他们又该到什么地方呢 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就要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USR计划 城市是一座共事馆的协同主持人 李一致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一致你好 关老师好 非常谢谢一致来跟我们讨论 这个城中城大火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想一开始先请教一下一致就是 城中城大概是一个什么时候开始去盖的 或是设计的一栋的建筑 那这一栋建筑在当时的一个形式跟功能 在当时有什么样的一个的一种特色 或者是在那个年代有什么样城市发展的意义呢 城中城他其实是位在于高雄市政府后面 旧市府后面 所以我们在地人会贯成那一边叫做起乌 那起乌乌他从清代的发展以来 就是一个旧聚落 在日本人统治的时候 他的都市计划 景致型的或者棋盘式的机道设计 并没有完全把那边的空间纹理给破坏掉 所以他其实是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空间状态 就是他很多的大小房子林立 就传统这种聚落形态 所以他在战后就吸纳了很多的城乡移民进驻到这边来 那慢慢的也有一些性产业工作者 因为在战后的这个可能说原本日本设置的性专区取消了后 就移动到这边来 所以市政府为了加强管理 这里就有很多的像是工厂市场或者是性服务的工作者 然后他就形成一个有地方派系角头 然后还有一些犯罪常立的一个地方 那一直到1950、60年代 这边一直是成为一个整个高雄市市中心发展的一个效果 因为大家知道严城区它是一个不集合文化娱乐 或者是政治集合的一个中心 所以当时有计划要把它迁到中都 中都一代 那因为这个设计的人口太多了 所以就没有顺利的推展 那它在60年代、70年代有几次的果灾 尤其在70年代 那顺势就把这边处理掉 那70年代台湾其实是流行 发展成一种就是集合式的这种住商骨壳住宅 对 那除了这个地方以外呢 严城区的现在的人爱公园 22870公园 也就是说我们说市府前 它就正在新建计划 这个爱河地下街高雄地下街的百货 所以这样的一个住商混合的商业住宅就形成当时一种现代化城市的指标 对那时候的这个计划 它包含了规划地下的两层楼 那地下一楼呢 它有这种舞厅 就是跳舞的舞厅 然后之后也有变成像是流宾场空间 那一楼作为一个店面卖场 二三楼它就设置了这个像是百货街一样 那之后四五楼 它还有包含 五六楼 它还包含了这个像是这个戏院的功能 那七楼以上呢就变成了住家 那一直到十二楼 其实在当时这间这个房子在设计的时候 它做了蛮多有趣的一个规划 包含因为他们避开了所有的市 就四楼 它是用一楼跟二楼中间的夹层来取代 那七楼以上的套房 它有每一层大概有四十户 那它其实只有 它的号码上面是没有四的这个房型 所以包含这样子一直上去 所以顶楼还设置了一个宴会厅 那当时呢在这个天台上面还有一个 这个儿童游乐场的规划 对它其实也是指向了当时的这个政治中心 或者经济中心的往外 移到了五福路跟四维路 往东宜这边的高雄的大通百货 他们顶楼游乐设施 跟这个玻璃罩的这个透明 就是叫升降地域 对他们是希望可以挽救 当时已经慢慢逐渐外移的这些人口 或者是商业中心的这种地位 我们这是蛮有趣的 就是原来陈宗城 它这个地方事实上已经是一个没落的区域 但是透过了这些建设 包括刚刚谈到的地下街 或者是陈宗城的这个新建 所以它也形成一个很有趣的地景 就是旁边可能都还是一个 我们小时候叫旗舰户熬杯 或旗户熬这个地方 你们有非常多的流音 或者是所谓的性工作者 然后也地下街 然后所谓的龙蛇杂鼠 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非常高档的 复合式的建筑 有戏院有舞厅 那还有游乐设施 还有这个住商混合的形态 看起来是要把这个所谓的沿城区 带向另外一个新的可能性 但是实际上面 我们看到陈宗城在经过几十年之后 它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为什么陈宗城会从新盛走向 所谓的衰退 为什么陈宗城这个看起来当时是希望 有机会把整个沿城区带起来的 这一种新型的建筑物 它却成为所谓的中下阶层聚集的地方呢 那现在的沿城区大概有三万人口 可是在当时的五零年代六零代 沿城发展的一个饱和跟状态 它曾经容纳六万八万到十二万 这样的流动人口 对所以是非常密集 我们可以想象或者是听到老一辈的人 说沿城区的商店街 陆中有非常多市场 都是摩肩插种 人跟人之间其实是非常多的 那因为刚刚有提到 整个政治跟经济的商圈的往中移 所以沿城区因为过度的饱和 造成所有包含住宅空间的混乱 治安的问题 所以人也是不断的往东走 那所以它的这个经济的 这个活动力就下降了 所以当时呢 市政府他希望可以在这边 作为一个示范 然后把他的这里的商圈 做一个改造跟都市重化 所以过去的刚刚提到的 旧的这个城区 他们分为现在我们说的市府后的 福北路 大涌街跟富野路这一段 他有一半的人 他们就同意了加入 这一个都市更新的计划里面 所以包含城中城大楼 其实还有第一层 新延层跟金延层 这样子在当时在楼高11 12楼的这个集合式住宅 那他为什么走向衰败 刚刚提到 他的包含 包含商圈的外营 还有这个整个空间的经营不散 所以他就形成了非常多的这种 包含空缺 那这个空缺又吸引了 像是刚刚说的毒贩 或者是特种行业进来 所以就变成说 在治安管理维护上 就行了一个蛮大的漏洞 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在高雄市政府前面的 爱河地下街 也因为大火的关系烧毁了 那这烧毁以后呢 他并没有马上的重建 而是围起了一个长长的 这个铁皮 那再加上整个这个高雄市政府 他移动到那个市委路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在八九零年代 过来沿城区 可以看到是 晚上是昏暗一片的 是没有商业活动跟行人 所以那边就形成一个都市 一个缺角 这的确是一个 沿城区一个非常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我们待会会谈到 看到很多的博厄 博厄的设计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新湾区 刚才也都是在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事实上 实在非常非常的拖延 然后也是一种混杂 那不过我们再回到这个 城中城的这样一个例子来看 刚刚谈到 因为这个城市发展 往东边移 所以很多人口外移 但是有了空缺之后 有新的住民进来 所以也产生一个 在这次的讨论当中 经常会被提到的一个问题 叫做所谓的产权复杂 也因为这个产权复杂 使得这个所谓的 城中城的管理也好 或者所谓社会福利也好 或者是在都根也好 也都面临到了一些障碍 或者是一些问题 我想要请教一下 这个产权到底是有多复杂呢 就是真的没有办法 做一些很好的自治跟管理吗 对因为 当然包括他整个大楼 新建在780年代 那时候的这个 大楼的一些管理条例 其实还没有健全 那还有他在刚刚提到的 7楼8楼9楼10楼 这几层楼 他是分割成将近200户的 这个套房 那他在原本的这个空间格局 跟设计是要作为一个办公 的使用 但在预售物的时候 其实已经就分割成 这个套房在贩售了 所以大量的住户 再加上闲置的空间 就形成这样的管理 维护上的困难 那产权复杂 因为当时的这个地主 他们释出了 他们什么说 他们提供这样的土地 然后让这个建商一直盖房子 可是因为建商 他们本身经营这个 全东城大楼中间的全东百货 经营补散 在一两年内就收摊了 收摊了以后 他基建了非常庞大 非常多的债务 他就把这个上面 可以用的空间转移掉了 所以造成提供土地的 这些土地所有人 他们没有办法买回自己的土地 或者是房屋地上物件 所以就变成了 土地是归土地 所有人 那地上物是归地上物 再加上有非常多的这种 像是承租或者占用户的问题 所以就变成说 有的人有土地没有房子 有的人有房子没有土地 有的人是占用 有的人是可能是承租户 所以就形成了整个大楼 它像管理上面很大的一个问题 跟障碍 那这也使得这个陈忠诚 在外面的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观感 或者是这个印象 其实并不是那么好 那也因为这些大火 所以我也知道 一次在过去几年当中 也曾经开始到这个陈忠诚 去做一些调查 也走访了这个实地的现场 我想要请教一致 什么时候开始去做这样的调查 为什么你们会去做这样的一个 有关于陈忠诚的调查 而在你接触到这些居民的时候 他们怎么去看待媒体 对他们的呈现 例如说媒体常常会用鬼城 这样的概念来去形容他 或者是说 这个他们住在这里的人 是一个老穷的这个阶级 那这些其实都不是一个 很正面的形象 所以在里头人 他怎么去看待外界的 这样一种称呼 而在这里真的老穷 或者是说 当他被贴上这个老穷 标签的时候 对他的影响又会是什么 因为我从小也在阎城区长大 那这个地方离我的老家 大概步行五分钟左右 其实是很近的 那所以小时候也会常听到 家里的长辈在谈论城中城 或者是 包含是市府后的这个区块 那尤其我自己的二姑也是在这边 宴客结婚宴客的 所以我们对这边其实是有一点点熟悉 又陌生的感觉 陌生的感觉是因为 他在整个都市都市更新 后 那因为集合了大量的这种 我们所谓的比较弱势族群进驻 离来 我们对他产生了一些莫名的 或者污名或者是恐惧 那因为长期在做研程区的一些研究 跟调查 包含口座法案 发现其实我们身边有非常多人 就住在这一区 那他们的这个本身所展演出来的 对生命的那样的韧性 或者他们工作上面的那种的态度 是跟我们对于弱势族群 污名化或者基地印象 的呈现是有差异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希望处理市府后 过去大家常常去忽略的 负面地景的这些历史的爬叔 然后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历史 或者报章媒体 他们在80年代的时候 他们对这边的指称就是都市的毒瘤 那都市的毒瘤就是希望可以铲除它 它是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障碍 所以我在我们实际接触这些人的时候 发现他的这个另外一种可能性跟面貌 就希望大家可以去正视它 所以我们就做了很多的一些 包含在这边的一些调查 然后我们也访问了 我们也带学生访问了警察 那我们办了这个走读跟高雄市历史博物馆 还有第一社区大学 在这里去带大家认识这样的负面地景 也是希望说可以让大家重新的认识 这边的人他是怎么样生活的 那我们过去也是采访过 或者是访问过在城城城居住的居民 他们对于自己住在这边 除了有一些不得 身不由己的不得已以外 他们对于长期被这个媒体污名化 其实感受到非常不自在的 所以在2015年我走访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自救会的成立 到201617年的时候就有自救会成立 那为什么不是管理委员呢 那是因为他们整个 刚刚提到住户的这个产权过于复杂 他们整合不易 所以他们只能用自救会的方式 先做这个管理站 然后通过这些能有能力负担 他们自己整个社群的在生活活化 或大楼管理维护品质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去通过这样的管理委员会去巡逻 然后管制悬杂人口进来 这边有吸毒犯罪的 那甚至还有一些像是大楼的整个 像梯间的一些杂物堆放 或者是垃圾的处理分类 电梯的维护 他们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改善这个大楼的一个社会的起码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切点 就是我们常常会用 刚刚看到媒体形容鬼城 或者是一个都市的独流 或者是被认为是一个负面地景 那我们用这种标签化的角度 去看待居住在这里的人 或是这个城市的某种的形态 其实就很容易的去概略化而忽略了 在里头其实有各式各样的差异 或者是我们也会忽略了 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负面地景当中 到底对一个城市的意义是什么 只能够把它铲除吗 还是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共存 或者是有什么样改善的这种可能性 刚刚也谈到一个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点 就是住在里面的人 其实他们有自救会 他们也在面临到这个外界的 这种所谓的负面跟污名化的情况 也试图想要去做一些改变 或者是告诉大家 我们没有这么闹闹 我们没有这么的好像这种不堪 我们还是很努力的在这里活着 这可能是一个我们在观看城市当中 有很多的细节都不应该被忽略的地方 我们待会要回到现场 再来请教一致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城中城 看起来是一个衰败的地景 或是一个都市的负面的形象 但是我想很多人对沿城区的印象 就是来自于这个所谓的博二 或是所谓的亚洲新湾区 那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混杂 这种并存的这种情况呢 那住在从一个亚洲新湾区的角度 他怎么去看待在这里看起来 好像是一群衰败的人 或是衰败的区域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过来 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欢迎欢迎订阅 各位 欢迎订阅 各位 各位 semana 都很大了 过去我来里面有这个保育公司 第一已经有四十名的立宿 这个七楼到十一楼 这几年都是这个土坊出租 因为组金央租 除了這些都是這六四或是獨棄的時代 過去也會想不到 發生過兩次回收 這棟在嚴定的城中 城大樓 有零有四十年 只有一年開過百會公司 壓審 最一雙百分合騎駕 不然之後七樓到十一樓是騎駕 一樓不會離手電器 雖然這裡想要途徑 雖然因為三款沒有清 沒有進行到目前為止有過兩家的徽徑 不過十四樓報明這場大會 少有民眾聽到可憐有情侶在完結後 沒有多久 團出著百十的聲音 市府當完每一個局處 全離來救人 竟然找來疑似在第一時間發現火警的 起床車輸機回來火燈來離床的狀況 目前也請到小學機關來協助安置 你到這裡騎駕 記者王劉婷 康正准更有報道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科士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管中想燦爛時光會科士 是由公民行動營記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的經費來自於民眾的捐款支持 歡迎大家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相關捐款的訊息在我們的螢幕上面 以及在我們說明欄當中 你都可以去點選或者是掃描 那也歡迎大家在透過捐款方式支持我們 讓我們能夠持續做更好更多更深入的節目 更好的報導 你的支持也是對我們這些獨立媒體的工作者 是莫大的鼓勵並且是前進的動力 今天在節目當中要來跟大家聊城中城這樣一個議題 我們在聊城中城 我們看到高雄市政府有很多的反應 不管是最近有關於在這個救災 或者是對於社工的這樣的一個這種所謂的回饋 或者是這些相關的懲處等等 高雄市政府的反應都非常非常的快 但是看到了這些反應之後之外 還有很重要的是這個地方的城市發展 高雄市政府不斷在所謂的要做一種新的這種都市的發展 最近這幾年的這個發展的情況也是有目共睹 可是怎麼去看待在這個區域裡面的城中城 或者是在新舊不同的區域當中的共存的面貌跟可能性 今天就跟大家邀請到的是國立中山大學 USR計劃城市是一座共識館的這個協同主持人 李一智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一智你好 王老師好 大家好 非常謝謝一智來跟我們談這個城中城的這樣一個話題 剛剛在上一段節目當中也跟我們討論 也跟我們介紹你自己實際的去城中城裡頭的一些觀察 或是對居民的認識 然後也提到了這個沿城區的發展跟城中城之間的關係 那其實你剛剛也談到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2017年的時候其實這些居民就已經開始在做這個製救會 然後希望能夠去改善他自己的一些周邊的生活 或者是自己的一個生存的環境 可是我們如果再回到跳出這個城中城 而把城中城放到一個高雄市的這個城市發展的角度來看 剛提到說城中城這個地方曾經是沒落 但是因為包括城中城跟地下街的出現 那也希望能夠讓這個城市有一個再生的計畫 但是似乎這個有點無力回天 那還是一樣城中城又走向了這個沒落的這個趨勢 可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我們知道高雄市政府最近這一二十年來都在推動這個城市改造 包括我們很著名的這個博厄或者是亞洲新灣區 似乎也帶起了這個地方一些新的繁榮 那延城區的發展跟城中城有什麼樣的關係 那為什麼這個看起來煥然一新的這個所謂的都市建設 那延城區仍然有許多類似的跟城中城一樣的這樣的一個地景 那這到底是怎麼會是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混雜的面貌 那亞洲新灣區又是什麼 它到底為延城區帶來的什麼樣的改變 由於我們的計畫長期在這個旗鼓沿山區蹲點 其實我們也關注整個港區的發展 關於現在各種大型的建設跟現在目前的一些趨勢 那如果說整個延城區它的發展呢 它有歷經幾個比較重大的變化 形成現在我們看到新舊這樣的一個共存的一個狀態 我們也可以說從90年代的時候 那因為剛剛提到在890年代延城區 它其實就走向了我們說的比較沒落 商業或者是經濟活動比較下降衰退了 那時候呢就因為在港區的一些港副工人 他們的這些救援倉庫其實就閒置下來了 因為包含二港口的開闢 所以很多的一些大型的船舶是停靠在這個二港口那一區 那這邊閒置的港區因為當時的這個煙火 國際煙火或者是原宵煙火 他們需要這個尋找師可以施放的一個地點 所以就找到當時在港區的一塊寶地 那就是現在國二 那它閒置的空間提供了一個附地 然後施放煙火 可以讓大家看到所謂的港式合一的 這個發展的一個願景跟狀態 所以那次的這個煙火成功施放以後 就吸引了非常多藝術家 關注到煙城區這邊 其實有這樣的空間可以作為藝術創作使用 也可以發展這樣藝文產業跟經濟文化觀光的一個面向 所以就慢慢的在它的這個再利用 然後又怎麼說又閒置又再利用的過程裡面 它就漸漸的被所有台灣人知道說 欸 延城區有一個這樣的一個狀 有一個空間 那它也慢慢的擴展到現在我們知道 蓬萊商庫跟大義倉庫 那延城另外一個發展重要發展是高雄在十幾二十年 剛好也是經歷了十幾年前經歷了這個高雄世界運動會 那個運動會再加上隔幾年的這種高雄縣市合併 就是那這兩個這個重要的因素就形成了整個 這個城區它在地圖的版圖上面又重新的回到了市中心 我們可以知道說剛剛提到的這個市政中心的轉移 延城變成了邊垂 可是當現實合併了以後 整個延城區回到高雄市的這個視野裡面呢 它就變成在港區最重要的一個可以發展的一個腹地了 所以所有的開發壓力就接踵而來 也說可以說開發利益 那當時呢也包含了整個二港口開闢到這個捷運輕軌 這邊的一些包含它的規劃跟設置 然後連結愛河這一端 然後一直到現在我們知道的孟時代 這個前鎮區的這過去的工業區的這個 繩子空間 那這裡呢就提出了幾個 像是它都市更新跟土地重化的一個計畫 大型的計畫 要求這些可能說這邊的工廠或企業 他們提出一些都市利用或更新的一些想像 那大家提出的一些願景都是蓋這個商辦大樓跟商業空間 那市政府他們也提出了幾個示範點 所以他們就把這些所謂的國際淨土的一些大型的標案 變成了一個我們現在手持的亞洲新彎區的縫帽 所以它的整個範圍就集合了我們知道的 哈馬興就古山區南區 再到閻城區 然後再到也前鎮區 這一帶林亞區 到前鎮區 對所以這個整個港區呢 它的周邊就是現在樹立的包含我們知道總圖 所以高雄市的圖書館總管 還有這個像是音樂中心 對音樂中心 現在開幕的音樂中心 然後也要求中鎮也可以再把總部搬到這一帶 所以現在我們知道那邊中鎮 還有IKEA還有Costco等等 甚至是到這個夢時代 所以這就變成了整個那個亞洲新彎區的範圍 那岩城區它就扮演了這整個連結上跟下 地理空間非常重要的一個港灣 休閒油氣的一個任務跟角色 所以大量的這些新式的建案 就希望可以在這裡找到可以開發的一個空間 所以但是因為岩城區它發展的過少 所以老舊的社區 它並沒有太多的大的這個土地 可以蓋現在的幾何住宅 所以岩城區他們慢慢的幾棟老的建築被收購了以後 或者是舊的有歷史價值跟意義的這些戲院 也現在被甚至是飯店 我們在華王飯店或大五台市 現在都變成了這個大樓結合住宅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新舊混雜的一個狀態 那剛剛提到的這個城中城 那個區塊的這個 可能說都市更新下的產物 就包含這個城中城大樓 還有第一層金岩城跟金岩城 它就變成了一個比較難以去做轉移的 這個更新的一個區塊 我自己從小是在前鎮長大 然後我的親戚是住在林雅區 其實在就是下狗馬那一邊 所以我其實對那個港灣那一帶 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就是學校就是在這個前鎮港的旁邊 住得也沒有太遠然後趕快 然後偶爾當然也會去到岩城區 去這個絕江或者是 往古山那個方向去走 那對我自己而言 是因為我每隔 我每一年都會回高雄好幾次 然後我每一年回去的時候 都覺得這個地方我都已經不太認識 我甚至會在我小時候這個住的地方 或是常遊玩的區域是會迷路的 那這個當然你會發現 這個的確是有很大很大的改變 然後這個改變對於很多人而言 有人會覺得是好 但是對我來講我就覺得說 我小時候記憶不見了 然後或者是小時候有些很棒的東西 或是那種生活的型態 生活的關係也受到很大的衝擊跟挑戰 那當然從所謂城市發展的角度而言 這個都市更新似乎是一個 很多人都覺得這是一個改變城市命運的一種方法 特別是我覺得高雄人有一個很有趣的這個特質 就是我們常常都變成是一個 台灣位然後明明是台灣的人口第二大的城市 所以呢我為什麼比不上台北 所以在很多時候我們就要跟台北去比拼 所以在那個城市發展 特別是在民進黨執政的這段時間 是非常非常的快速 那也因為這樣的一種心態 跟的確在城市上面 也出現了這種發展的狀況 使得城中城這個議題出現之後 所謂的都市更新的問題又再次的被提出來 那當然包括剛剛談到的這個城中城第一城 或是很多的老舊的這些建築跟區域也都是 很多人都提出他是不是要把它整個都市更新把它改掉 讓它變成是一個住上辦公大樓 或是更新穎的一個地方 可是我看到一些報道上面也提到你自己做過的一些訪問的內容 也提到說其實有很多的居民他們覺得 特別是城中城的居民他們覺得說 我其實並不需要更新 我住在這裡很好 那為什麼他們會有這種想法呢 如果更新能夠讓他自己的生活環境變得更好 為什麼不更新呢 或者是如果更新可以讓城市變得更美麗 那都市更新有什麼不好 他們為什麼覺得我不想要我不需要呢 剛剛管老師有提到他住的地方 確實離我家也是蠻近的 那我小時候在沿城區成長過 因為跟我的外公他住在日本時代 建造的磚造斑木造的這個建築 那研究所的時候我大概2008年回到高雄 那我發現說我其實有點開始被認得這個區塊 跟我們一樣都覺得陌生感 尤其我剛搬進來大概一個月左右 我家前面的一片日式宿舍全部都拆除 所以原本好像可以重新很快速熟悉原本的這個家鄉 我必須要重新去面對它 重新去消耗它 所以才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去透過訪談的方式 重新的建立我跟這邊的關係跟聯繫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城市發展非常 一個說一個就是一個問題就是到底這個城市是誰的 那因為大家知道去沿城區它的發展它非常早 那這邊現在住了非常多高齡化的一些人口 就是它的這個老人非常多 那它因為以前這樣的住商混合的這個接破的設計 它其實是扮演了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角色跟空間 提供這些老人他的生活上面可以非常方便的取得他們要的各種資源 就是它可以買菜它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那我們如果相較於比較北高雄 像是農十六美術館這邊的發展 大家會覺得它是新的是好的是棒的 可是那邊的生活機能其實遠遠比不上沿城區 重新在沿城區現在目前的一些規劃是欠缺 像是老人活動中心這樣的一個設施 或是一些基礎建設 但是我覺得沿城區基本上還是提供了這些老人 或者是弱勢他們可以很方便的在生活 然後很容易的生活 因為它的整個這個房價也包含這個那個空間的這個屋齡 它相對比較高它的房價比較低 然後有非常多的這個套房可以讓他們安身立命 那因為就包含我原本住的那一棟老房子 我們有幾個房子 房間也是隔間給那個 跟什麼說在沿城區的 跟我們家關係不錯的一些獨居老人 過去有兩個一個是外申人 跟一個婦女歐巴桑他們都在沿城區工作 那他們最後搬出都有一個搬回去 有一個搬到沿城其他的這個大樓 或者是套房居住 我們可以看到在沿城區 因為有這樣的條件提供他們在這裡生活 是其他地方找不到的 有相對低廉的一些房價 是他們不得已的選擇 那他們在這裡用這樣的方式居住下來 然後經過一些改善 他們也許會再離開 或者是他們會找到一個更大的空間居住 可是這裡就是他們 可以說是唯一的家 尤其是我們台灣在租屋市場裡面 是比較拒絕這些獨居的老人 他們擔心他們過世在這裡 擔心他們繳不住房租 所以如果這邊便宜的套房 可以讓他們負擔的起的話 他們是可以很有尊嚴的補下來 那所以這個我們要思考說 不是多根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因為我們也看到現在很多的房東 他們在成功成大火之後 就趕快申請了這個房屋的補助 可是對於這些弱勢的族群來說 他們也許只有承租戶的資格 沒有辦法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福利的 或者社會安全網的這個架構下面 去被承接住被照顧到 所以如果我們把 如果我們單純只看待這個 多根的議題的話 只會造成這邊的四身化 就是讓 因為它是面愛河的第一排第二排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很大量的一個洗牌 那一樣這些弱勢人口 他們被破搬以後 他們沒有辦法找到一個更適合他們的 這個居住環境 他們原本建立好的這個社群的網絡 他們彼此關照 彼此照顧 那有獨居的老人是隔壁的那個 可能是一對母女照顧 我們可以看到最近有這樣的報導 他們被打散了以後 很快就會過世 他們在那個地上 所以而且旁邊剛剛有提到說 還有其他三棟四棟這樣的大樓 他們還是會往旁邊移動 因為它提供了類似的一個資源跟背景 相對低廉的族環境 他們的社群網絡 所以旁邊的大樓 他們還是必須要面對 如何去發揮他們原有的 這樣的社區組織 然後的功能 然後去讓它的社區 可以重新的被活化起來 然後安全的社會防護網 可以被建立 才是我們要去思考的問題 否則一昧的追求都市更新 很快的就會讓這邊市政化 把這些問題外流化 當然台灣的很多的都市發展 就是砍掉重練 然後就是全部都移平 然後蓋造新的 可是從來不會去思考 我什麼所謂的新舊共存 或者是在這個社會裡面 不同階級的人 不同所得的人 他們可以共同的活在 在一個區域當中 可是回到一個現實來看 就是如果這個城中城 它的確也面臨到這個 所謂的這個安全的問題 或者是有很多管理的問題 我們假設是需要能夠共存 我們也不希望那種 所謂的砍掉 這個所謂市政化 或是砍掉重練市的 這個城市發展 在實務上面可以怎麼做呢 在這個城市規劃上面 可以怎麼樣讓這些 不同的背景的人 不同生活的人 他可以共同的這個居住在一起 不要發生像北京一樣 因為經濟的發展 把那個為北京賣力的 這些低端人口全部都趕走 那當然我們不會有這麼的 應該不會有發生 這麼殘忍的事情 可是你一直讓他去炒地皮 一直讓他這個蓋大樓 這個問題他遲早會發生 不是嗎 對 那像是 就像剛剛管理老師提問的 那也包含說 目前公司政府他在做的 所以說加強他的整個 消防的一個安檢 一個怎麼說設施的健全外 還有一些法規 怎麼樣去填補這樣的漏洞 那閒著大樓 他是不是應該 他在管理上面 過去他可能是因為 他不需要 他沒有利用了 就不需要做消防檢查 這樣的一個什麼說 法規可以被補救 或者是在過去這樣的大樓 不需要設置 像是大樓的這種管理委員會 也有現在也有輔導了 所以他們在周邊大樓 比較健全的 一樣小房租的狀態 或者是交管理委員會 這樣的一個形式 他們的這個委員會 可以被成立 是會相對比較簡單一點 那我覺得還是要 從整體環境的改善 包含在這邊 我們先去去污名化 就是我們不要再說 他是鬼樓了 剛剛有提到說從 鬼樓這樣的名稱 大概是從兩三年間 開始因為過去在市長 高雄市長的選舉的時候 那某個候選人 他就提出了高雄 若老又窮 那就形成了這個媒體 在瘋狂的在獵巫 就希望可以找到一個證據 證明高雄若老又窮 他們的目標就是 嚴程去扶北路 這幾棟大樓 尤其是城中城 因為閒置的空間太多了 那住戶也相對有 比較多是弱勢 所以就這些住戶 他們就長期要面對 這樣子外界的關擾 跟這樣污名化 那如果是因為這樣的話 又更形成外部的人 沒有辦法進來 他們會封閉起來 所以他們會去抗拒 那有些的這些過多的媒體 在媒體它可以協助 讓這樣的議題被曝光 那有時候過多的干擾 反正會讓他們封閉外面的一些協助 那剛剛有提到這些法規 或者是他們整個大樓空間 梯間的管理維護 然後這些安全的部分 可以做到以外 就是這些去污名化跟他們社群 要去被建立起來 那被建立起來 需要有更多專業的力量進去 長期的陪伴 去協助他們的社區組織 就是可以正常的發揮他們功能 那也許在這邊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活動 然後還有一些社會團體的一個介入 跟文化活動的挹注 讓大家看見他們的價值 也讓他們可以重新的自我肯定 然後慢慢的協助他們其他 沒有辦法去負擔的 可能是管理費 或者是其他層面上的問題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就是我們一直說 台灣是一個高齡化的社會 然後我們政府也花了很多時間 在所謂的長照 或者是在一些社會救助上面 但是面對這樣一群 所謂的老窮的這個現實的居民 或者是他們的生活環境 除了我們現有的一些 所謂的長照制度之外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 讓他們有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 不管是剛剛談到法規 或消防設施 甚至在某種用國家的方法 讓它變成比較低廉的 這種類似像社會住宅 或是共居的形式 那都有是一種可能性 但是也就是說 我們對於所謂的城市的想像 真的不是只有砍掉重練 我們對城市的想像 我們要考慮到 這個城市住著各式各樣的人 怎麼樣讓大家能夠共同的生存 共同的居住 然後能夠再一起來努力 我覺得這可能才是一個 更基本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我們也期待我們市政府的想像力 可以更多樣 可以更開放一點 那除了那種發展的想像之外 還有更多的可能性 今天非常謝謝余智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跟你請教相關的問題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 拜拜